吉林长春90后师从小伙李延峰耗费半年时间 用材质剪了一幅18米长的白鼠图 以迎接农历鼠年的到来 1月3号,记者在李延峰的工作室看到 他正在创作新的鼠年指客作品 只见他只用几秒钟就在纸上勾勒出一只萌萌的老鼠轮廓 李延峰对记者说,他特意在耳朵、胡须等位置设计了一些小细节 使得老鼠形象更加生动可爱 为了让白鼠图中的每个形象都有所区别 李延峰上网搜索了不少图片资料 甚至还重温了一些儿时的经典动画片 最终设计出130多只姿态歌艺、憨态可居的小老鼠形象 并从中选择了100只组成白鼠图 特别有点费脑 不知道怎么挂出来,不同的状态 我就现在习惯地看能把老鼠看得老鼠什么样的好啊 有的很多很多的那个失态 我把它都自己挂出来的苗口 李延峰回忆,因为听不见声音 剪纸技术只能自学 他长时间地重复观看教学视频并反复练习 最终创作完成了这幅18米长卷 他说,制作白鼠图意在图个吉祥 接下来还将继续设计创作其他生肖作品 2021年是牛年嘛 我去当农村看一看那个 别人家都养了很多牛吧 我就把那个描一描挂一挂 这些不同的牛失态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